而且大家愈怕炸彈油就愈彈到你 所以放在这里放在这里才松手 怎会彈到你呢 但是很多人会怕放在这里 你怕掉下去一彈就彈到了 你敢煮我敢教炸物方程式 哈哈 原来大家平时很喜欢吃薯条 其实在街上吃的那些 未必是真正一只薯仔出来的薯条 有很多是薯粉压出来的 今天我们就做这个真真正正的炸薯条 想第一时间看到我在 李系主厨精彩的烹饪技巧 就要like李系主厨Facebook专页 按钟仔和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披一皮 浸水让它加少许盐 让它没有变色 然后浸干水 好了 就可以把它切成薯条 好了 切成薯条 切成薯条 不怕刺身手 对不对 这样 然后把它切成你喜欢的尺寸 这些真正正正的薯条 真是很靠得住的 非常有薯仔味 如果你不切到它的规则 它炸的时候 它的时间也不会控制得归一 对不对 太细条了 很多时候会炸到它散了 第一次我们不需要很猛火 第一次我们要把薯仔炸熟 第二次才是炸脆的 最重要的是吸干水 和厚的锅 和放薯条 不要一次过放晒 逐一点放下去 还有大家 越是怕炸弹油 就越能弹到你 所以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才会松手 怎会能弹到你 对不对 很多人会怕 放在这里 你怕掉下去 一弹就弹到 但是放在这里 放在这里 有时间也弹不到 对不对 学一下这招 放下去 猛火一点点 中火 一不够扯着面 薯仔的水分太多 放在油里面 油就不会够热 你看到它开始有点微黄 也好看 但是它不脆 第一次你又不要炸到那么 现在有点微黄 拿起它 去吸油 还有 亦是让薯条散水 你们现在在外面吃饭 哪有这么漂亮的 新鲜薯仔做出来的薯条 而且你不会撕开它 不会砸粉 咬到口 很香很甜 如果一闻 都闻到很香的薯仔味 好了 你看到油 一直有点泡泡 其实泡泡是水分 油里面有水 不够热的 如果炸薯条 最棒是这些黄肉薯 没得输 很有薯仔味 而且它吃了一种软糯的感觉 其他有香味 但是粉质重 这些黄肉是很软糯的 好了 现在看到油 是否没有泡泡 薯仔远了 所以我们要靠第二次 一个比较猛的火 把它扯回 最好的效果是 将它几条几条放进去 兼斜 动它 让它散水 散得比较均 你看到它已经开始有金黄的效果 你想它均匀 搅起它 让它散水 看看 这些可以做到它很香脆 又有金黄 但是不会焦 这个才是厉害 如果炸得好 它拿出来 它会再在空气之中 再变脆 如果炸得不好 它拿出来就会变软 索索油 最后可以灑点盐 哇 这个颜色真的没得输 这些去哪里找 这些 凌空 这些一定要凌空 不准在这里 最少双隔有18寸 这样才可以炒得住 这就是我们在家做的很漂亮的炸薯条 然后再来 热炸磐 外灵 里面 美食 明天 明天 看